在俄亥俄州的腹地,一个名叫瑟克尔维尔的小镇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这个以南瓜姐和邻里关系闻名的地方突然变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舞台。 事情的起因是一封看似平平无奇的信,但里面的内容却像是一颗重磅炸弹,直接把小镇炸得鸡飞狗跳。 说信仁是个叫玛丽吉莱斯皮的校车司机,心里说他和教育局长有一腿,这信的口气凶得很,威胁玛丽赶紧断了这段关系,不然就等着倒霉吧。 玛丽一开始还以为是你个无聊的家伙在开玩笑,把信随手一扔就完事了,谁知道这只是个开始,后面的信像是不要钱似的哗啦啦往他家里寄。 每封信都比上一封更堵,写信的人好像24小时盯着玛丽似的,连他上厕所用几张纸都知道。 韶尘一下子乱成了一锅冲,斯可尔维尔原本是个安逸得很的地方,大家连门都懒得锁,最大的烦恼就是担心今年的南瓜长得不够大。 结果这一闹腾,整个小镇都跟着玛丽一起坐上了过山车。 新的内容也不光是冲着玛丽来的,开始有针对其他镇民的警告和指控。 说这个有外遇,那个贪污腐败把整个小镇描绘成了一个烂到根子里的地方。 这些指控又具体又广泛,基本上谁也跑不了。 恐惧就像是一种毒药,慢慢渗透进小镇的每个角落。 原本侵入一家的邻居开始互相参议,朋友之间一边的疏远。 写信的人就像是个操纵木偶的高手,用词语当武器,精准地瞄准每个人的软肋。 街道上充满了切切丝语和猜忌的野神,大家都在猜测谁是这场闹局的幕后黑手。 在这种氛围下,心愿像是沙子一样从指缝中流走。 人们开始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连自己都不放过。 每个眼神交流,每句对话都带着一丝怀疑的味道。 小镇的秩序彻底被颠覆了,居民们活得跟惊弓之鸟似的。 对玛丽来说,这些信就像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它们像是不要前世地往他家里挤,每封信都是对他内心平静的一记重击。 这些信就像是一面扭曲的镜子,把他私生活中的细节都照了出来,只有跟他特别亲近的人才可能知道这些。 写信的人了解得太详细了,简直就像是24小时钉烧似的。 随着信越来越多,威胁也越来越严重,心里警告说如果玛丽不听话,就要对他动粗。 还说要把他的秘密公之于住,毁了他的名声,高垮他的家庭。 玛丽的老公罗恩也被卷进了这场风波。 每收到一封信信,他就像是吃了火药似的,这些指控和暗示在他们的婚姻里打了个蝎子, 关系岌岌可危。 罗恩决心要保护家人,对这次威胁严正以待,他的决心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坚定。 转折点出现在一个晚上,罗恩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生日嘲讽地说出了一些他无法忽视的信息。 这个电话彻底改变了一切,引发了一系列悲剧性的事件。 那个致命的夜晚,电话让罗恩变得焦躁不安,决心要面对这个折磨的源头。 他抓起枪,匆忙地离开了家,他的意图很明确,但目的地却不得而知。 当他驾车穿梭在瑟特尔维尔黑暗的街道上时,脑海中闪过无数可能性。 谁是信件的幕后黑手?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会走多远? 随后不久,罗恩的车被发现撞在一棵树上,他的尸体静静地躺在方向盘后。 死因被官方认定为意外,但周围的情况却十分可疑。 罗恩的枪被开过一枪,但子弹却不知所踪。 神秘的电话、信件,以及罗恩的突然死亡,勾勒出一幅阴谋和诡计的画面。 在随后的信件中,作者声称对罗恩的死负责,这更加深了笼罩小镇的恐惧感。 斯科尔维尔不再是一个安全和熟悉的地方,而是一个被不确定性所笼罩的小镇。 警方对罗恩死亡的调查结果不甚明确,留下了比答案更多的问题。 信件继续不断到来,成为悬在小镇上空威胁的无情提醒。 对斯科尔维尔的居民来说,噩梦原味借书。 信件作者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个谜。 这场恐怖还在继续,小镇的居民们不得不忍受着持续的心理折磨。 就像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马拉松。 随着信件持续包萨不和,对小镇居民的心理影响任意加深。 人们开始转向内心,守护自己的秘密,处处踢法。 这些信件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将小镇变成了一张由不信任和焦虑编制而成的网。 斯科尔维尔信件事件成为了对小镇居民耐力的一次考验,挑战着他们在逆境中团结一致的能力。 然而信件持续的时间越长,分歧就越深。 那位隐藏在阴影中的作者似乎沉醉于自己的权利,向着操纵木偶的高手在暗中操纵着整个小镇。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小镇居民努力恢复正常生活的节奏。 然而这些信件成为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一个潜在威胁的象征,提醒着人们即使是最平和的地方,也可能被黑暗侵蚀。 1983年,调查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 警方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个嫌疑人身上,保罗·弗雷肖尔,她是玛丽急来死皮的内凶。 保罗曾与玛丽和罗恩有过激烈的家庭纠纷。 警方认为这种矛盾为指控保罗是信件作者提供了动机。 随着调查的深入,保罗被指控启通谋杀玛丽。 在玛丽的校车路线上,警方发现了一个简陋的装置,试制成当玛丽停车检查时挥响卡发射子弹。 这个陷阱的发现在社区中引起了新一轮的恐慌,为持续的恐怖增添了新的层面。 警方通过见证证据,将保罗与这个陷阱联系起来。 他能经述到制作陷阱所施的材料,而且他对玛丽的鼻翼为他提供的动机。 这个发现是一个转折点,将调查从寻找一个写信者转变为追捕一个潜在的杀人犯。 保罗·弗雷肖尔的审判吸引了媒体和社区的广泛关注。 法题上冲来了紧张的气氛,证人们轮流上台,讲述他们与这些信件有关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惧。 检方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将保罗塑造成一个被嫉妒和怨恨所吞噬的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报复。 然而针对保罗的证据大都是间接的,主要基于他与吉莱斯皮加的紧张关系。 检方便称,保罗策划了这些信件,作为一场恐怖活动的一部分,用来操纵和控制小镇。 他们深深,陷阱是他对玛丽的报复计划的结局,是一次旨在永远让他沉默的暴力行为。 然而保罗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坚持自己的清白,他的辩护团队认为当事人是被栽赃陷害的,指出没有直接证据将他与信件联系起来。 他们坚持认为,真正的信件作者仍然逍遥法外,利用保罗作为踢罪羊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尽管辩护方做出了努力,配成团最终还是裁定保罗弗里萧尔犯有谋杀未遂罪,将他判处入狱。 然而这的判决并没有给斯克尔维尔的居民带来多少慰藉。 许多人仍然相信真正的信件作者仍然逍遥法外,在暗中观察,等待再次出奇的机会。 信件仍然以同样的频率和威胁性出现,内容充满了让小镇居民脾心吊胆的威胁和指控。 信件的持续出现,让人对检方的案件产生了怀疑,引发了各种猜测。 有人认为保罗要么是无辜的,要么就是有同谋在他的指示下继续行动。 尽管保罗·弗雷·肖尔被盯罪,斯克尔维尔信件那么一团仍然悬而未决。 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斯克尔维尔信件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谁是信件的真正作者?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针对斯克尔维尔的居民? 这些未解之谜在叙事中留下了一个空白,一个被猜测和怀疑填满的空间。 信件在保罗入狱后仍然持续的事实,暗示可能存在一个共犯或新的作者,保持了谜团的活力,让小镇居民继续处于紧张状态。 斯克尔维尔信件案件是一个难以用简单解释来阐明的谜题。 尽管进行了无数次调查、采访和理论推测,作者的真实身份仍然未知。 然而随着每一个新理论的出现,何悉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